无意中看到姐姐的闺蜜群 原来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比男人还婚 本以为她们只是说话肆无忌惮 直到我发现她们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群 小仙女 骚图 来一波 呀呀呀 不是吧 你昨天不是才勾到了个小奶狗吗 今天又准备自己DIY了 大鱼 小仙 你要套套不要 只要你开金口 我一会就给你送过去 我想看看小奶狗 害羞 小仙女 要个屁的套套 老娘都躺好了 她竟然跟我说了一晚上素的 还得我自己去洗手间DIY 星星小星星 好久没和姐妹们咨询网站了 四 小仙女 改邪归正了 我不会告诉你 老娘的新网站昨天被逼 星星小星星 小碧池吗 今晚海伦斯找快乐呀 女流氓一起去 一起去 裂个痛快 七里庙张寡妇 女王今天没空 你们的快乐 自己去找黄瓜君要吧 好亲王今天回国 太后下旨让本女王照顾亲王 小仙女 呀 弟弟回来了 人家想要看弟弟 色 带出来一起玩呀 呀呀呀 女王陛下 奴婢请指伺候弟弟 害羞 就是就是 大家一起玩呀 星星小星星 女王陛下 奴婢请指弟弟伺候奴婢 色 好弟弟就应该和闺蜜分享吗 大鱼 你们说的弟弟是人还是 还有那个玩 是正经玩吗 滑稽 七里庙张寡妇 你们这群居心不良的小壁池 不许打我弟弟的注意 行了 一会再说 我先去洗澡 聊天记录到这里就完了 而且群记录被删除过 网上找也找不到更多的聊天记录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 说这世上没有一个女生与闺蜜的聊天记录 是可以见光的 你永远也不知道 人前光鲜亮丽 温柔可爱 美丽善良的他们 私底下会说出什么虎狼之词 做出什么虎狼之事 以前我只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 直到我看到了这个信息量巨大的聊天群才明白 这句话真的是金玉良言 我叫张浩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本来是想回家住的 结果爹妈出去浪漫游了 把我安排到老姐这边住 她比我大三岁 不仅外貌出众 而且能力超强 在自己的打拼下 早早的就买了属于她自己的房子 姐姐从小就很疼我 我们两姐弟的关系非常好 用现在的话来说 我老姐就是个伏地魔 只不过我这个做弟弟并不想成为她的负担 所以才会选择出国留学 这样她就可以活得更轻松一些 本来是想准备给老姐一个惊喜 所以我没有提前跟她说 谁想到我刚进门 就看到玄关架上的手机屏幕还亮着 本来是想帮她锁平的 结果就看到了这个聊天记录 不得不说 老姐的那些闺蜜们都是性情中人啊 小浩 你回来了 正当我准备锁平 将手机放好的时候 老姐穿着一身浴袍 头上裹着毛巾 满脸惊喜地朝我走了过来 结果刚一走近 就看到我手里拿着她的手机 而且屏幕还亮着 立刻就把手机抢了回去 老姐 没想到你那些闺蜜 都是性情中人啊 这么潇洒不计的嘛 我本来是想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 可姐姐却突然一脸认真地看着我 小浩 以后千万不要随便碰我的手机 知道吗 里面有些资料很重要 万一弄丢了就麻烦了 我错了地看着她 点点头 那个 我知道了 以后不碰你的手机 听到这个回答 老姐才满意地露出笑脸 你这个臭小子 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幸好老妈跟我说了 正好今天晚上我闺蜜他们祖居 一会我带你去见见那几个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 说完她又摆出认真脸 严肃地看着我 记住 那几个小浪蹄子不是什么好人 你可不能让他们占便宜了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老姐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老姐现在这半开玩笑的严肃脸 是为了掩饰刚才她对手机的重视 在我看来 刚才她抢手机的时候有些过于紧张了 完全不像现在这么轻松随意 是因为那些狠屋的聊天记录吗 可那些露骨的话都是别人说的 她又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 老姐去换衣服化妆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可一直到她鞋都穿好了 我也没琢磨出个头绪来 走吧 老姐先带你去吃餐好的 吃完我再带你过去见见我那些闺蜜 她们虽然误了点 但每一个都是大美女啊 喂 老姐 你都一把年纪了 能不能别卖萌啊 说话就说话 别学紫霞仙子那样眨眼啊 老姐单手一个暴力敲在我脑袋上 你个臭小子 找打 不过吐槽归吐槽 不得不承认的是 我老姐确实漂亮 1米72的身高不到60公斤的体重 再加上她的职业又是模特 在形体和气质方面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美女 大众男人眼中的女神 在我上高中那几年 就靠着帮别人送情书 就没缺过零花钱 而且去网吧 也从来不用我去开机子 跟着姐姐蹭了一顿豪华大餐 等我们吃完饭已经8点多了 不过这也正好是酒吧开始营业的时候 我本来还以为我们到酒吧了还要等 谁知道等我们来的时候 他们人已经到齐了 我们是最后到的 值得心情的是姐姐说的没错 她的闺蜜们确实是个顶格的美女 可以说是环匪燕兽 各式各样的都有 可还不等我一个个的仔细看过去 其中一个穿着粉色紧身上衣 黑色超短小皮裤的女人就站了起来 女王大人 你可从来没和我们说过 你有个这么帅的弟弟呀 来弟弟 坐姐姐这里 这个皮裤美女一说完就直接挽住了我的手臂 一副惊天飞和她坐一起的姿态 就这股子热情奔放得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应该就是姐姐群里面那个小仙女 说实话和谁坐一起我都无所谓 毕竟个个都是美女 不过依我老姐互独子的个性 大概率不会让她得逞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老姐这边还没出手 皮裤美女就被人横插了一杆子 这次出手的 是个穿着卡其色修身连衣裙的长发美女 头发是真的长 裙子是真的短 短到只能勉强遮住重点的地步 喂喂喂 你个小浪蹄子 大家之前不是说好了要公平竞争的吗 你怎么还上手了呢 这个短裙美女我猜不出来 她是群里的哪位 她一边指责着皮裤美女 一边自己也挽住了我另一只手臂 他们这一桌坐着四个人 幸好起身搂着我的只有两位 另外的两个闺蜜坐在位置上没动 这两个闺蜜也很漂亮 一个气质轻幽 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 但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另外一个 她虽然也很性感 但并不像搂着我的这两位这么火辣 她的性感并不是因为衣服 而是因为身材 据说良心大的妹子都显胖 可她却像是漫画中的少女一样 腰服纤细给身材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分割线 明明穿着一身清纯可爱疯的衣服 却硬被身材撑出了性感的味道 好在她有一张精致的娃娃脸 让性感中柔和着可爱 不知道老姐是不是猜到了我的心思 在辽女争风的时候 她强势出手将她们镇压 最后让我坐到了她旁边 但我的另一边正好就是让我很在意的那个闺蜜 我从一进门就没机会开口说话 可当我坐下之后 却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主动和她打招呼 你好 我叫张浩 呃 你好 我叫成玉 成玉刚给完回应 之前挽着我的那两个闺蜜 立刻就唉声叹气的开始搞事情了 短裤闺蜜撅起嘴 原来弟弟喜欢的 是小玉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啊 爱 书再不够可爱 短裙美女也闷声说的 哼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就喜欢良心大的女人 其实我的 也不小呀 说完还不忘低头看了看自己 然后又看了看成玉 最后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接下来 在他们俩的带动下 酒桌的气氛变得相当好 在相处的过程中 我也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首先短裤美女和我想的一样 确实是群里 的小仙女 真名叫文文 而另一个抱着我手臂的 则是星星小星星 真名叫罗星 气质轻忧 总带着淡淡笑容的是 雅雅雅 真名叫刘雅雅 最后就是让我眼前一亮的成语 她在群里叫做大鱼 这酒局一直持续到晚上一点多 最后大部分人都喝多了 只有我或刘雅雅喝的最少 一时还算是清醒 我是因为姐姐护着 谁也没办法管我酒 而刘雅雅则是本来就不怎么喝酒 就算喝也是度数很低的果酒类 喝的最多的是罗星和姐姐 老姐完全是因为给我挡酒 跟文文和被文文硬拉进战场的成语硬拼 最后300句伤 而罗星喝醉跟其他人没关系 她好像是生气 全程都在发语音消息 而且还是那种时间长 含妈量极高的甜言蜜语 在酒局结束的时候 本来大家都要走了 结果文文闹着要去厕所 老姐也有些急 刘雅雅没办法 只能带着他们去厕所 成语不胜酒力 老早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想着要不要坐过去照顾他一下的时候 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弟弟帮帮我发 发条消消息 骂骂死这个渣男 王王八蛋骂骂死他 说话的人是罗星 不过他早就醉得迷蒙了 断断续续的说完 将手机推到我面前 就跟成语一样趴下了 虽然手机我接过来了 但罗星只是说的最话 我也没准备帮他骂人 只想着将手机放回他的包里 然而下一秒我就愣住了 手机屏幕上有一个正在对话的消息 和两个显示置顶的群聊 其中一个正是姐姐那个闺蜜群 但真正让我在意的 却是另一个置顶群 这群的名称叫做公司业务群 人数和闺蜜群一样 只是图标里的成员头像少了成语 多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头像 本来处于尊重隐私 我不准备看的 可这群显示的最后一条消息 却让我不得不点开群聊记录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王美娟 15号谢董那边有一场商务泳装派对 到时候你们几个都要过去 张家 王姐 之前不是说不接谢董的活吗 为什么公司要出尔反尔 上次樱花模特经纪公司王美娟 这件事我也没办法 谢董指明要你们去 而且给的价格翻倍 张家 上次牙牙被她弄得进医院 差点命都要丢了 公司还接她的活 这是要我们死吗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王美娟 这不是我能管的 我只负责通知你们公司的决定 张家 好 我们去 不过这次牙牙不去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王美娟 张家 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你没资格跟公司讨价还价 不然随时都能废了你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王美娟 你们最好乖乖听话 把些董伺候好 伺候舒服 不然后果你们很清楚 聊天记录到这里就完了 其实上面还有很多 但我已经不想去翻了 因为看到这里 我已经愤怒到快无法呼吸了 从这聊天的内容就能看出来 姐姐和她这些闺蜜 恐怕做的不是什么能见光的工作 但真正让我生气的老姐做了什么 而是从那个王美娟的话里 透露出来的消息 显然 老姐她们被这个所谓的公司 胁迫了 从小到大 姐姐都在保护我 就算现在我长大了 她也会以自己的方式保护我 就像刚才喝酒一样 不管姐姐是做什么的 我都没资格去指责或是嫌弃 但如果是受欺负 被人胁迫了 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 也要为她出头 因为在场的三个人都醉得睡着了 无奈我只能带着老姐和成玉回家 至于文文和罗欣就交给刘娅娅了 回家之后 帮老姐和成玉脱了鞋 扶到老姐房间躺好 又专门帮她们打好了水 盖好了被子 如果是正常情况 我肯定会让成玉睡我的房间 也不是说要做些什么 就是想和她离得近一点而已 但现在 我只想知道 这个迫害老姐的樱花模特经纪公司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可当我拿起老姐的手机 解锁之后却发现 公司业务群虽然在 可根本就没有任何聊天记录 不仅如此 就连下午看到的那个闺蜜群 里面的聊天内容也都被删光了 最奇怪的是 老姐的微信里面 居然没有那个网美娟的好友 而且还不只是微信 就连通讯录都没有一个姓王的 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越是掩盖的严实 就越证明问题不简单 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立刻就开始查找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的信息 还真让我查到点东西 这家公司只是本地的一个小公司 在经济圈子里根本拍不上号 而且在本地的风评好像也有些不对劲 在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下面 全是辱骂 嘲讽的负面评价 有上百条之多 而且这些人全都是匿名评论了 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短视频 社区论坛之类的 一个招聘信息 能有十个评论都算是热门职业了 说实话 看到这里我有些搞不懂了 以老姐的能力和眼光 怎么可能会选一家风评这么差的公司呢 直接问的话 老姐肯定不会告诉我 在她心里 我永远是需要被保护的那个 想知道答案就只能自己去找 在外面肯定是查不到什么的 或许我可以试着去这家公司应聘 正好他们招的专业我相当对口 想到这 我再次看向了电脑屏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客厅里突然传来了一点声响 哐当 听到这动静 我赶紧关上电脑起身 结果打开房门一看 成玉居然一扇不整地趴在客厅的茶几上 他本来就穿的JK 趴的时候还正好对着我的房门 这么一打开就什么都看到了 全身的血液顿时就开始汇聚 在心里挣扎了许久 理智和兽性在脑海中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战 最后我还是走过去将他抱了起来 成玉的身子很软 刚一入手就感觉手指像是现在他的皮肤之中一般 又软又弹的棒 照特别舒服 而且他身上的味道也特别好闻 虽然带着一点酒气 但那股融合体香的酒气 一点都不难闻 反而更显得醇厚 别误会 我不是想对他做什么 只是准备送他回房间而已 怎么说他也是我姐的闺蜜 有些事我不能做 笨我 我想 想 想去上 上厕所 将成玉放在老姐床上 我正要离开的时候 他却突然抓住了我的衣服 语气有些呢 喃 这下我总算明白他为什么会趴在客厅了 本来是想把老姐叫醒 让他搞定的 可不管我怎么推他 叫他 他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没办法 我只能又抱着成玉去了厕所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先让他坐在马桶上 再想想 怎么帮他把裙子和底裤脱掉 然而还不等我动手 哗啦啦啦一阵水声响起 我转头一看 只能乌语符额低声感叹 我滴个姥姥A 这该怎么办啊 老姐睡得跟只死猪一样 成玉就更别指望了 她现在连自己的扩约机都控制不了 不然也不会闹出现在这一出 最麻烦的是 我还没办法处理 给她脱掉裙子和丝袜 就已经是极限了 总不能还让我帮她洗了吧 真这么做了 明天早上我说什么都解释不清 可问题是 也不能就让她就这样一声误会的 在马桶上睡到天亮啊 在厕所里琢磨了半天 最后没办法 我只能退下她的JK短裙 然后又脱掉了她的丝袜 底裤什么的是肯定不能碰的 只能稍微用温水帮她冲了一下 用老姐的浴巾给她包住 再把她包回到床上 就这 就让我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回房打开电脑 给老姐的经纪公司投了一份电子简历 就直接睡了 第二天早上 我在一声惊叫声中醒来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房门就被老姐暴力打开 小浩 你给我老实交代 昨天到底干嘛了 陈玉她是我闺蜜呀 你怎么能 看着老姐一份填膺的脸 还有躲在她身后 一脸可怜兮兮的陈玉 我无奈地揉了揉眼睛 老姐 你还不了解你弟弟吗 我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啊 更何况还是在你房间里 昨天我把你们送到你房间就回房了 结果半夜 我只能给她冲洗一下啊 总不能让她就那样在马桶上过夜吧 老姐听我说完之后 目瞪口呆地看着一旁的陈玉 而后者更是羞的脸都快埋到良心里面去了 也得亏她的良心足够大 那 那个 佳佳姐 你的裤子 我 我会洗干净还你的 我 我先回去了 餐桌上 我一边吃着老姐做的早餐 一边想着刚收到的面试通知 可正当我入神的时候 老姐 突然坐到我面前 然后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小浩 你说说看 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做朋友 姐姐可以帮你留意一下 我认识很多美女呀 看着老姐认真的模样 我认不住笑了起来 我想找一个 衣服上总是沾有牙膏印的女孩 这样的姑娘呀 天真呆萌可爱 大大咧咧的没什么心机 小浩呀 喜欢大的咱就直接说 这不丢人 没必要说得这么委婉 不过小玉的确实是特别大 嗯 老姐无语地吐槽 说到后面那句话的时候 虽然是小声嘀咕着说的 却还是被我听到了 于是顺着话就应了一声 老姐没说错 我确实对成郁动心了 虽然昨晚她有些失态 但是在我看来 确实特别的可爱 如果老姐能帮我牵线 那当然是最好 不过现在还不急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 老姐这边被胁迫的问题 吃完了早餐 和老姐打了个招呼 就出门了 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只不过这得建立在 我成功进入这家公司 今天10号那个王美娟说的派对是15号 只要我能进去 那么五天的时间完全足够操作 值得心庆的是 面试这方面相当的顺利 对方一听我才管专业 并且在普华永道实习过 立刻就让我入职了 怎么说也是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 虽然我没有正式入职 但对于这种小公司来说 实习过就够了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当入职第一天 领导就通知我去见老板 并暗示我是好事 有油水可捞 听到这话 我立刻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会计财务这方面 所谓的捞油水 无非就是做假账好 偷血漏水 这送上门的好事 我怎么会放过呢 偷偷在口袋里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 笑眯眯地跟着领导去了老板的办公室 和我猜测的一样 老板一见到我就表现得相当热情 稍微聊了几句 言语之中就变得有些试探的味道了 时不时地就会说出一些涉及金钱的话题 听上去像是在考我的专业能力 实际上却是在摸底我的金钱观念 说白了 他这就是在试探我 对金钱有没有特别执着的追求 有没有赚更多钱的欲望 其实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这个世界本就没有几个干净的公司 蒲花永道甚至还有专门针对这方面的部门 而且我本来就是抱着目的来的 自然是顺着他的话说 顺便还侧面说了一下顶尖会计事务所里的操作方案 接下来 这老板就像是织粉客遇上了青楼女一样 直接给我开出相当丰厚的报酬 同时还专门提出了高提成的实情 从办公室里出来之后 我表现得特别上心 就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赚大钱一样 立刻就投入了工作中 其实表现是一方面最重要的 我想尽快翻查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问题 一方面尽快找到公司的把柄 另一方面也是想确认一件事情 说实话就算我是个人才 可他刚才对我的态度热情的有些过头了 所谓失出反常必有妖 按照我的猜测 很可能是他的财务方面出了大问题 现在急需找人帮忙搞定 事实和我猜想的一样 在我仔细的翻查 核对了一番之后发现 这公司的财务问题 都已经快到垃圾级别了 收支情况混乱 营收和实收严重不符 无效和无意义的支出也特别多 而且还是老板亲自批的 公司的账面上明明有正常收入 可银行账户里面却没钱 再加上马上就要结算税费了 最重要的是 这个老板过去因为逃避缴税的问题 而受过事务部门处罚 这就不难猜出他为什么会这么急了 这就能解释那个叫王美娟的人 为什么会那么强硬的逼迫老姐了 这家公司现在是相当的缺钱啊 在那个所谓的谢董出价翻倍的情况下 公司这边多去一个人 就多一个翻倍的收入 这就是老姐说刘娅娅不去的时候 王美娟会直接翻脸 甚至不惜威胁老姐的原因 六 要知道税务是有触犯免责制度的 就是第一次犯只需要补齐税款 再缴纳惩罚金就可以了 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可如果五年内因为逃避缴税受过处罚的 那么就不是用触犯免责制度了 而这位老板恰好没有过五年 也就是说一旦他这次的税务出现问题 那么是情节严重 可以除以三年以下 或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过对我来说 这却是个好机会 让他坐牢是肯定的 只要做到应占税额的30% 起步就是三年 好在还有四天时间可以让我行动 只要在这之前把事情搞定 那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解的问题了 税务方面早就有问题了 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操作 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东西被分下来当作证据 将资料被分好之后 本来是想在公司里转转的 结果刚走出办公室 就看到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让我咬牙切齿的王美娟 虽然我没见过他本人 但昨天在群聊里面看过他的头像 穿着一身的正装 就像是拍登记照一样 并不难认 另一个 确实昨天晚上还跟我一起喝酒的罗欣 他跟在王美娟的身后 两人一起走进了公司的小会议室 说实话我很想搞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 但会议室外面就是办公区 根本就没办法偷听 再一个我不能让罗欣看到我 如果他真和王美娟有什么勾当 一旦看到我 那我的计划肯定会暴露 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先离开公司 我今天只是面试入职 还不算正式上班 不用等到下班时间 回家的路上 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跟老姐通个气 毕竟罗欣如果真有问题 他也可以早做防备 然而 等我回家打开大门 还来不及说话 老姐就跟个幽灵似的出现 勒住我的脖子就往他房间走 臭小子 你回来得正好 快过来 姐姐有话和你说 老姐 你别勒我啊 快断气了兜 我跟你走就 疑 成瑜来了 在老姐的威势之下 我不敢反抗 只能跟着他走 可路过客厅的时候 我却看到成瑜正坐在沙发上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了早上那股休意 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感觉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怪的 房间里 老姐将房门关好后 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小浩 我已经跟小玉说了 你喜欢她的事情 她对你的印象也不差 看在老姐的面子上 她愿意和你相处着试试 我可告诉你啊 小玉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子 你好好和人家处 行就在一起 不行就好举好散 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难怪成瑜看我的眼神不对劲 原来是老姐把我的底都给献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事干得是真漂亮 有个这么好的老姐 又做月老又做聊机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过现在还是得先搞定她的问题 姐 小玉这边我会好好相处的 不过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 其实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听到我的话 老姐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小浩 你 你说什么啊 我有什么事情 是 姐 你不用买我了 公司业务群我看了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 我也去了 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原来你都知道了 老姐轻叹一声 苦笑看着我 小浩 其实姐姐也不想做这种事 我是真的 姐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只需要知道 我永远是你弟弟 你永远是最疼我的姐姐就够了 老姐诗然一笑 就像小时候一样 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 我也趁机问出了我最疑惑的问题 姐 你 为什么会进这家公司 我在网上查到 他们的风评可不怎么好啊 爱 只能怪自己傻 太相信所谓的姐妹情 结果被罗欣坑了 罗欣 原来她真的有问题 对了姐 我今天在你们公司看到罗欣了 她那个网美娟在一起 而且还一起进了小会议室 哼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坑我们一次还不够 还想再来一次吗 既然你自己做死 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 姐 难道你手上也有 你什么时候见过你老姐我吃亏了 不报复回来的 老姐说话的时候 眼神中闪过森冷的寒意 说实话 从小到大我都没见过她露出这么锐利的眼神 姐 你一向精明 能力又强 怎么会被她坑进来呢 你老姐 我看走了眼 当初 接着 老姐就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讲给我听 我这才知道老姐和她闺蜜 是怎么被坑的 其实老姐刚开始进模特这行的时候 是在一家很正规的公司 不仅前途好 而且公司的待遇也非常好 她的那些闺蜜 包括罗欣在内都是在这家公司里认识的 因为都是年轻人 脾气也合得来 所以大家的关系很亲密 本来一切都很好 可突然有一天 经纪公司发通告要将罗欣开除 但具体原因并没有公布出来 就是年轻人 而且相互之间关系又那么好 公司无缘无故地将罗欣开除 他们几个闺蜜自然也跟着离开了 虽然失去了工作 但模特本就是高薪行业 再加上他们几个的条件又好 在职期间也有点积蓄 就没急着找工作 突然有天 罗欣将闺蜜们约了出来 说自己谈了个男朋友 是经纪公司的经理 可以搞定他们的工作 在失业的这段时间里 罗欣一直表现得很自责 觉得是自己害了这群好姐妹 大家都以为她是想弥补 所以也没做防备 刚开始都还挺好的 可等他们签完了合同没多久 罗欣的那个男朋友就消失了 同时 他们的经纪合同 莫名其妙就转备到了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 而且手续方面还完全合法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被坑了 他们签下的根本不是经纪约 而是像卖身器一样的 十年长约 合约规定在合同到期之前 他们不能做其他工作 同时 每月的底薪超级低 只能依靠接货拿提成 也就是说 他们想走都走不了 只能在这家公司做事 同时 公司安排的工作还必须要做 不然就要面临高额违约金 再加上公司又有些不好的背景 他们这些女人根本就没办法反抗 最后只能去找罗欣质问 为什么会这样 可罗欣却当场跪下来 痛哭流涕 说她只是想弥补大家 她也被那个男朋友骗了 几人无奈只能放弃追究 但老姐却觉得不对劲 留了个心眼 专门找到以前公司的同事 让他们帮忙打听一下 当初罗欣是为什么被开除 结果得到的答案是 罗欣在公司里想要勾引老板 结果却被老板的老婆现场抓包 为了维护老板在公司的威严 老板娘这才没有将事情公布出来 只是将罗欣这个范事者开除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老姐越来越觉得罗欣有问题 然后又发现罗欣在圈子里被封杀了 放话的人正是那个老板娘 随着老姐的深入调查 真相一点点的浮出水面 原来他们这些好闺蜜 全都被罗欣这个贱人卖了 跟他们签约的那个人 根本就不是罗欣的男朋友 只不过是罗欣找得拖 专门骗他们签合同的 只要罗欣能骗他们签合同 那么樱花模特经纪公司 就愿意签下罗欣 而且还是以正常合同签约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老姐并没有直接找罗欣问罪 继续和她维持着好闺蜜的关系 暗地里却在找她的痛脚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被她找到了 现在证据就在她手里 只不过因为有公司在 她一时间没办法出手 不过现在有了我 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每天正常去公司上班 在公司的账目上坐手脚 而老姐也开始整理她手里的证据 在15号当天 王美娟发消息 让她准备好晚上去派对的时候 老姐直接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证据 再加上王美娟和她所有的聊天记录 报警指控罗欣用陷阱合同诈骗 同时被公司用黑恶手段胁迫 同时我也将掌握好的证据交给警方 同时向事务部门举报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 事务举报的处理速度是相当快的 当天公司就被说物部门找上门了 同时现在又正好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期 在法律的制裁下 樱花模特经纪公司瞬间 分崩离析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老板和王美娟当场被捕 送进了看守所 罗欣也因为陷阱合同诈骗 同样被送进了看守所 等待她的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老姐在我的配合下 成功逃离了魔窟 而我也在老姐的帮助下 成功和成狱确定关系 脱离的单身狗的行列 感谢